这次兔老爹我来带你把所有英语原因的最关键之处快速讲一遍 之前咱们细讲各个英语原因时使用了英式DJ音标 考虑到咱们有些人更习惯美式英语以及美式KK音标 所以这次咱们就使用KK音标 单词读音示范也使用美音 第一个音是 E B P P 注意在剧中书写时 音标一般放在一头一尾的斜杠里 以免和字母混淆 这个KK音标对应DJ音标的E 你应该也注意到了 KK音标是没有长音符号的 实际上 原音的长音和短音这个概念也是有些争议的 有些人倾向于用紧原音和松原音来描述原因 英文是tense vowels和lax vowels 你可以理解为 发紧原音时口腔和嘴部肌肉更紧张用力一些 美音中的紧原音有 E R O U R 一般也包括双原音 I L A O 这些音接下来图老爹我都会讲到 一般说来 松原音都是发音时长较短的短原音 但是紧原音实际上在对话中的时长并不一定 都是微长音 但有时发音却没那么长 听起来有些复杂是吧 不要担心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能把这些音区分开来 而它们的区别主要不是靠时长 而是靠发音部位和方式的不同 这个E是个紧原音 那么与之对应的松原音是哪个呢 你可能猜到了 它就是E 你听出来了吧 这个松原音 和紧原音 完全不是一个音 可不仅仅是把 短着读那么简单 它们在口腔中的发音部位可是不同的 再比较一下 这个 咱普通话里可没有 所以要特别注意 千万别把 E声的E短着读 当作 E E在KK音标和DJ音标中的符号和读音 都基本一致 E 其实咱们中文里有个很相似的语气词 E 但是语气词的问题就是 不同人有不同的语气 你也可以说 普通话里 没这个音 总之别用 爱这个音来替代它 请听单词示范 Bed Get Pet 不要读成 Bide Guide Pite 它对应DJ音标的 E 注意 KK音标也有这个符号 但是是另一个音 等一下我们再说 E 这个音咱普通话里也没有 所以也是难点之一 和刚才的 E一样 咱们有些中国人 会用爱来替代 但是问题是 普通话的爱 这个音和 A和 A 还有等下会说到的 I 都有点像 但都不是一个音 发 A时 发音部位在口腔前部 口腔要打开 美音尤其要饱满 请再听一下 Bad Fat Pet 这个音在美音中口腔要打开 以至于 这个音在鼻音前 往往会更偏向于Air 这个在语音学上叫做 A Raising 比如 Man Can Land 而他们在音音中的发音为 Man Can Land 所以你在听到这些词的不同发音时 可别以为是不同的词哦 R 美音中的这个音是R化了的原音 也就是R-colored vowel 通俗说就是美音的卷舌音中的一个 标准的KK音标里写作这样 有时为了方便书写 也写成这样 它对应第一阵音标的 R 而第一阵音标给美音注音时 采用这个符号 请比较 美音 Her Person Learn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是一个中性原音 在口腔放松的状态下 最自然而然能发出的一个音 而且舌尾基本在口腔的中央 所以也叫中央原音 它相当于我们普通话 轻声L的韵母 但是注意 它可不是普通话 短着读 也不是低阵音标的 ER 短着读 你可以理解为 它是口腔最放松的一个音 它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 它是英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原因 因为很多非中毒音节中的原因 不管字母拼写中是哪个原因字母 都基本读成这个 ER 比如 About Problem Easily Memory Supply Syringe 这些词里面的ER 分别代表的是各个原音字母 在非中毒音节里最通常的读音 而咱们很多中国人容易按照字面读 尤其是容易受到汉语拼音影响 在各种情况下都把字母A读成R E读成E O读成O U读成U 等等 于是就会出现以下错误读音 About Problem Easily Memory Supply Syringe 所以这个音尤其要重视 中央原因在KK音标和第一阵音标里都是 ER 但是美音中的中央原因在被R化之后 比如Water中的ER 相对应的是ER这个音 第一阵音标给美音注音时 使用这个符号 ER 这个音点要注意一下 主要是因为虽然KK音标和DJ音标里都有这个符号 但是在美音和音音中的发音不同 标准美音中 ER和ER的舌位基本一致 主要区别在于 ER出现在中毒音节中 ER ER出现在非中毒音节中 比如Custom这个词 其中的两个原因 其实发音方式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Cus是中毒音节 Tem是非中毒音节 所以Cus的U是E Tem的O是E Custom 如果错误的把E和E互换位置 也就是轻重颠倒 就会读成Custom就错了 这是美音的情况 而标准音音中 A的位置更低 更偏向于国际音标的A这个音 所以也有人会觉得它更像 A这个音 请听区别 美式英语 But Hut Must 英式英语 But Hut Must A 这个音和咱普通话的A相似 区别在于英语的A更靠口腔后部 美音通常情况下相对于音音 要更加饱满一点 这个有时候会体现在口型更大 Cake音标里有A 而低支音标里有A 但是请特别注意 音音和美音在这个音上往往并不对应 比如 美音 Bath Ask Glass 音音 Bath Ask Glass 美音 Hut Top Box 音音 Hot Top Box 最后这个是DJ音标 因为KK音标里没有这个符号 所以无法标注 也就是说 在音音中 Father和Hot的原因是不同的 而美音中 Father和Hot是同一个原因 这点很多人在经过学校里的音音教学后 再去学美音 有时候会感觉有点不习惯 所以请注意 Or 这个音也要特别注意 在兔老爹我看来 它可以说是英语中最容易被搞混的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啊 虽然KK音标里有Or 而DJ音标里有Or 但是它们在音音和美音中发音是不同的 请比较 美音 Court Bought Lore 音音 Court Bought Lore 但这还不是什么大问题 成问题的是 在美国很多地区 比如西海岸 Court中的原因 Or 和Bucks中的原因 A 已经基本不区分 这一现象在语音学上被称作 Court Court Merger 所以你会听到很多美国人这么发音 Court Bought Lore 然后再加上音音中的O 在美音中读 A 比如音音 What 在美音中读 What 这就雪上加霜火上浇油了 这往往也让咱们非音语母语人士感到很崩溃 因为总是听到不同的读音 比如就会有人问 天呐 音语中 什么 这个词到底读什么音 水 这个词呢 这直接导致很多人 音音 美音 混着读 总结一下就是 音音 What Water 美音 未受Court Court Merger 影响 What Water 美音 受到Court Court Merger 影响 What Water 唉 也不知道兔老爹 我有没有说清楚 不过这个音是真的让人抓狂 U 这个音和咱们普通话的U 很像 区别在于英语的U 比咱们汉语拼音 发音更靠前 咱们就拿英语兔的兔来举例 请听区别 兔 兔 KK音标的U 对应第一阶音标的U 刚才的U是个紧原音 而这里的U是个松原音 你可以这么理解 U相对于U的关系 就像是E相对于E 所以U也不是U短制度那么简单 两者的音质也是不同的 请听区别 Look Luke Should Should Pull Pull KK音标的这个符号 U是个小号的大写字母U 但是与之相对应的DJ音标符号是 这个符号 俗称马蹄U 不过为了方便 平时很多人也会干脆用马蹄U 来替代这个U 之前讲的都是所谓单原音 英文是Monophthon 现在开始讲双原音 Diphthon 你可能也猜到了 单原音发音时口型不变化 而发双原音时 是由一个起始原音 自然滑动过渡到另一个原因 所发出的音 按理来说 这个音标符号应当写成这样 因为它的发音基本上是从 快速过渡至 发出的双原音 但是它在KK音标中 却写作这个符号 而这一点也恰恰容易 让很多人 把它和DJ音标的这个符号弄混 请注意 KK音标中的 对应DJ音标中的 KK音标中的 对应DJ音标的 请听式理单词 Face Name Late 其实双原音的名堂 有时候会比单原音要多一些 比如各个地区 甚至同一地区的母语人士 在发这个双原音时 往往并不相同 英国人很多人发这个音为 A 起始音偏向国际音标的A 有的人舍位低一点 而美国人很多又偏向于A 伦敦的Cockney口音 甚至偏向于A 比如Face说成Face 有时候兔老弟 我觉得这些有些学术方面的细节 可能对于咱们大多数英语学习者来说 过于注意反而会适得其反 尤其是对于初学者而言 所以这些类似的信息 咱们在这里就略够不说 在这里你需要记住的就是 KK音标的这个音 虽然是单个字母或者说字符 但实际上是个双原音 I 这个音和咱们普通话的I 虽然听上去有些相似 但是并不相同 通俗说来就是英语的I 更加饱满一些 请听区别 百科 百 bike I 请听事例单词 like time fight 注意它的音标符号 不是这样 而是这样 这是因为这个双原音的起始音 是要比我们之前说的 are 更靠前一些 至于靠前 靠多少 往往又是看各个地区和个人 有的人起始音是are 有的是are 有的甚至非常靠后 比如伦敦的Cognico音中 这个词读作like 一样的 这些有些学术的细节 咱们就暂且不提 Oi 相似的Oi就是 O 滑向 E 比如在下列单词中 Boy Toy Soy O 这个音和咱普通话的O 虽然听上去一些相似 但是并不相同 通俗说来就是英语的O 更加饱满一些 请听区别 好 How 请听事例单词 How Cow Allow O 按理来说呢 这个音标符号应当写成这样 但是它在KK音标里却写作这样 KK音标的O 对应DJ音标的O 其实你从音标符号不同也看出来了 在美音中的这个音和音音中的起始音有些不同 美音的起始音是更靠口腔后部的音 国际音标为O 它可不是这里的KK音标 另外DJ音标用来标注美音时 一般使用这个符号 特朴的我真心希望你看到这里不会感觉混乱 总之DJ音标 KK音标 国际音标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虽然有很多共同符号 简单说来 你记住以下就好 DJ音标给音音注音时用O DJ音标给美音注音时用O KK音标一般只给美音注音用O 请看以下几个单词的标注视力 好 接下来几个音相对简单一些 兔老爹我稍微讲快一点 Ear Ear就是 过度直 发出的双元音 比如在以下单词中 idea various serious ear 有的时候 在音音中发ear的音 因为单词中出现字母are 所以会被are化 也就是are coloring 比如 dear fear hear 这样的音 KK音标里写作 ear ear 如果把ear 起始的音 i 换成a 这个音就是are 比如在以下单词中 hair pear chair 在音音中 这些原因不会因为字母are 产生二化原因 字母are 在这种情况下是中央原因 a的音 这几个单词在音音中的发音为 hair pear chair or 如果把ear 起始的音 if 换成a 这音就是or 比如在以下单词中 tour pour more 在音音中 这些原因不会因为字母are 产生二化原因 字母are在这种情况下 是中央原因 a的音 这几个单词在音音中的发音为 tour pour more 相似的 相似的 如果把ear 起始的音 if 换成or 这个音就是or 比如在以下单词中 tour more dour 在音音中 这些原因不会因为字母are 产生二化原因 字母are在这种情况下不发音 对应的原因发长音 这几个单词在音音中的发音为 tour 最后 如果把ear 起始的音 if 换成or 这个音就是or 比如在以下单词中 car bar heart 在音音中 这些原因不会因为字母are 产生二化原因 字母are在这种情况下不发音 对应的原因发长音 这几个单词在音音中的发音为 car bar heart 以上兔老爹 我带你通过kk音标 快速过了一遍英语的原因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原因 你想了解更多的细节 请参见英语图dj音标原因的视频系列 其中都提到了对应的kk音标 至于英语辅音 因为dj音标和kk音标是基本一致的 所以辅音部分 参见英语图辅音视频系列就好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请在评论中 告诉我图老爹 而如果你觉得英语图有用的话 请花几秒钟帮忙关注 点赞 转发评论 十分感谢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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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